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庚子太岁的厉害你不用多说 因为它是在六十花家里面是处于一个最特殊退最特别的那么一个年份 所以说整年能够活下来就算幸运 那么到了年尾了 即将新的一个太岁要出来了 在岁月交替之际 我们要提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很重要的 所谓的五行八卦通天地 阴阳交态安凡尘 在我们道教文化里面 特别重视八卦命理学说 在命理学说里面呢 又特别重视六十花夹子 因为天干时有甲乙丙丁 物己 根心 人鬼十个 弟子呢 有直丑银帽 诚实 五味 深有许寒 十二个 所以说它反复轮值 全部走一圈 要走六十次 每一年呢 就是一个天干地支 而每一个天干地支那一年 它天上为了对人类的保护和规范 它会派出一个神明 就是叫做太岁大将军 也可以说是太岁的新军 他对我们当年的这个运势的吉凶 举足轻重 非常重要 那么新丑年呢 新丑年比庚子年从整体来说的 要好 是一个上升 因为根子已经跌到了谷底 2020 整个全球 不管是经济 健康等等 很多的事情都跌到了谷底 那么新丑呢 有所回升 所以说在《地母经》里面 对它有所描述 太岁 新丑年 疾病 烧纷纷 就是到了新的一年里面 疾病呢 就有所缓解 当然虽然这个瘟疫这个肯定是缓解了 但是另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疾病 也会有一些 特别身体弱的或者老年的年龄大的 这个肯定是不利的 需要学习我们道教里面的养生之术 修增之术 这些对身体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今年的执念太岁呢 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阳姓大将军 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两个阳姓大将军 一个是在汉代 汉代的阳姓大将军呢 他是作为汉武帝派出的使节 相当于外交官的匈奴 由于他性格刚正正直 忠称不二 所以说他作为一个书生却成了一个将军 不如使命 然后明朝呢 明朝也有个阳姓 明朝的阳姓是一个大将军 绅士不凡 也是修武修文 文武装全 而且所向成功成为当时的一个名将 很厉害的 身后都被封为太岁 太岁都是武将 所以说一般来说 每年的太岁不能去冒犯 武将的特点就是性格很刚烈 2021年 这一年呢 有五种生肖 是会冒犯的太岁 一旦发现自己是冒犯的太岁的话 就得用太岁道西的特别的一些方法来进行化解 否则的话就会很麻烦 那么哪五种呢 首先是属牛的 丑土为牛 属牛的人呢 本身在生肖里面他就比较直 比较吃的苦 吃苦耐饶嘛 但是有时候他在那个性格特点里面有点叫做一根筋 一条道跑到黑 像他就触犯了本命 触犯本命的话一定是首当其冲的要去化解 什么要触犯本命呢 就相当于天上一个神仙坐的位置 而本命年的人也想去坐那个位置 那肯定他不是天上的神明的对手 然后那些人天上的神明都是武将 所以说你一个文弱之人怎么跟武将斗呢 所以说本命年的首效任务就是化解太水 化解这个本命 这是至关重要的 化解好了就会大肆化小 小肆化粮 第二种生肖呢是羊 为土为羊 羊跟这个牛呢是六冲的关系 他会冲杀起冲突 你一个小小的凡人跟天上的太岁起冲突 那还有什么好果之词啊 就像一个人跟那个老虎起冲突 那除非是武松可以打老虎 但是就算武松打老虎 自己也累个半死 更不要说普通人肯定被老虎吃掉 所以说属羊的人也要提前规划化解太岁 这些都不是普通的方法 很多人用普通的方法去买一个什么工艺品来作为化解 那个作用很小 真正的作用是需要通过道系的善知识 用特别的方法借助天尊的力量才能化解 因为天尊的地位是在太岁之上很很远的地方 所以说他们的那个加持力太岁必然就规避 天尊的那种加持力必然让太岁不能来危害这些疏羊的人 第三个生肖呢是疏狗 狗为虚土 狗跟这个仇土的关系呢是相刑 刑是很厉害的 就是说有可能受伤啊之类的 或者出现其他的麻烦破财等等 因为刑害啊刑法呀都是不好的 所以说输狗的也是要引起很大的重视 否刑的话莫名其妙出现一些意外之事就不好了 然后呢就是属龙的 属龙的这一年呢也不好 也是会触犯到这个胎水 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叫做无望之灾 最后一个生肖属马 马也是跟这个当年的生肖是相害的 咱们一个小小的凡人怎么能够跟太水相害 相犯相行相从 那不是找死吗 所以说这就是在我们5000年以上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非常重视的这五个生肖 化解的方法呢都是按我们倒戏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不太严重的 他就是直接一次的化解 有的人他想化解的更彻底的 他就可以三天六天九天或者倍数 或者一个月 或者三个月或者半年或者一年 这些是属于最严重的他可能整年要处于那种加持的力量之中 相当于天上 有太少要来惩罚你 但是呢天中那里呢 有一个保护伞一直把他罩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一些问题也要注意 不能去充犯这个方位 看看丑土在哪个方位 东北方 所以说在东北方的位置的话就不能去动土 动土就相当于在称为太岁头上动土 就是指的房屋的东北方 或者是自己出生地的东北方 这都不能在这一年不能动土 只能安安静静 静待这个太岁巡落之后的下班 当这个太岁下班了就是一年过去了 那你就可以动了 否则的话那就是制造麻烦 好多人出现一些问题都是自己不懂得这个道教文化 而让自己自己把自己伤害到了 更不要说当自己弱的时候 特别是这五种生肖 他处于一种弱的状态 那么冤情在主出来了 因为冤情在主一直想报复 这些累生累世的业障 一直如果这个人处于很强大的状态 那冤情在主的报复的力量就被压制住了 他报复不了怎么办 太岁来了 借助太岁的力量报复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挪紧下石 或者叫强盗众人推 所以说好多人走运的时候直高气扬 然后突然不走运了 强盗众人推 突然感觉每个人都不靠靠了 其实还是要检讨自己 而检讨自己的方法就是忏悔 所以说在化解太岁的时候呢 自己要真心忏悔 把过去世的这些业障啊冤金在主啊 得到他们的亮相这一次重中之重 然后进行配合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系列 要对这个太岁进行开示 就是他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大家还不明白他的重要性的话 其实庚子年已经演绎了一次太岁的力量 其实在历史上 新丑年也是冒犯了他也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说我们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新丑条约 就是冒犯了这个太岁之后 连国家这么大的力量都无可来活 破财 赔垮 然后屈辱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在当年发生 那么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当时的当权者 当老百姓老百姓也没什么好过之 因为那一年的那个磁场对大家都不理 今天就先开始到这里 引起大家的重视 如果大家正好是这几种生肖的话 现在就可以升起了 化解太岁 牛 羊 狗 龙 马 不管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家人 或者是自己的好朋友 等等大家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因为很多人他还不太知道不太懂 这是大功德 帮助自己帮助天下的周边的人 那么如果正好运气很好 不是这五种 是另外的 生一下是不是和太岁完全没有关系 也不是 要想一年顺顺当当 不要出现麻烦 那么就算是没有犯太岁 那么我们也要怎么样呢 敬拜太岁 所以说 没有犯太岁的人 他要对太岁进行敬拜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也可以申请这方面的链接 敬拜太岁 敬拜太岁 安太岁 让自己得到保佑 从来有一句话叫做 不怕关就怕管 天上有很多很多的大神 关子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他不管住每个人 不用怕他 太岁不一样 太岁刚刚管住每个人 所以说不怕关 只怕管 太岁旧口天尊 大慈悲